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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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个壁就是吃很多吃 非常热烈 但你一打进来 你什么都听不到 所以很平静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这样 为什么他们会叫双龙山呢 主要是因为中间有两个比较粗粗的 就是比较高 竟然有两个小粥就叫双龙山 为什么选龙呢 龙是因为在华人来讲 是最熊猛的动物 大概在百多年前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炒到一杯款项 最近刚好就买到百多阴谋的地 就在那个荷兰瑞 到叫金莫的地方 后来政府呢就 尊重我们的地方了 因为理由是说 新加坡地方小 不够土地 HDP政府发展 就做差不多三千个 从那个金莫那边移过来的 骨头啊 梦啊 放在那边 在那边的人 在2005年呢 我就在那边管理啦 我们每一年呢有很多个活动 祭拜的活动 第一个就是亲民啦 到了那春季秋季 就拜祖先 我看还有五十多年 然后以后双人山命运是很难猜测 如果能够的话保虑也是好 因为是客家人的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自有这个 到底政府是不是一定要需要到那个地方来做发展 我们本身要花一点时间去维持维修 把它弄美一点 这样才有意义 如果目前就好像看到不顺眼 芳草很多 如果能够像那个美国那个阿灵灯 它就把它变成一个优优厅 很多人假期就去那边 就说双龙山也是可想做 问题是你要不要急着把它花钱 最少有人就要有亲戚 去开始了 奖务 亲民去那些来拜的人 按照他教会 是什么15% 他不知道20% 所以是讲一下相当少 一种原因是他家人不在了 去世了没有人 还有一种原因是渔去海外 还有一种是他对这个没有信息 这个是讲到个人的忠孝道德的问题 这还一样就是他要自己做 所以我们不知道 老实讲50年代 那种海语传统 对于那个家庭的观念 时代变迁 个人很多东西 连做就是变掉 思想啊什么什么 社会观念的因素 你是不是对那个家庭传统 还是很深 你有认识根没有 这些是人 你说是什么 し 那些年飞 这些年飞 是不是 那些年飞 我